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英国国防部正式宣布 英国培训的两万两千名乌克兰战士即将进入战争 这是英国在乌克兰遭受侵略之后 在波兰开展的一项足有成效的活动 因为波兰警告乌克兰 英国国防部派出大量训练有数的教官 在那里培训了多达两万两千名乌克兰战士 以及各级指挥官 这些人现在已经能够限述的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 还有欧盟的各种武器 他们进入战争以后 将能够有充分的力量给俄军以致命的打击 而且这两万两千名乌克兰战士进入的时候 还带着了一万套反坦克武器 这样他们就直接可以此原前线 我认为他们很可能要被派到赫尔松前线 去解救那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 另外他们也可以去援救马里乌布尔 那个城市已经遭受俄军围攻 一个多月依然屹立不倒 而且相信这两个地方的人道灾难更为严重 可能有更多的妇女儿童遭受人间 同时也有更多的父亲或者家里面的老人 遭到俄军的枪杀 英国开战以来采取的态度是最为鲜明的 受到了自由世界一致的赞赏 因为无论在哪方面 英国都是走在最前面 从提供武器 从提供经济援助 以及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还有推动欧盟 推动联合国 推动全世界孤立俄罗斯 英国首相约翰逊都表现非常强颜 所以很多人认为呢 他有点像那个二战时期的英国领导人 那个丘吉尔 文士顿丘吉尔 应该说呢 这一次呢 那个约翰逊之所以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跟英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文化水平有关系 因为英国人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是非常关心的 而且英国人的政治素养非常高 他们呢 不像德国那样迷迷糊糊的只盘算经济利益 也不像法国那样 单于幻想 试图想要通过这个会谈 通过这个什么谈判 来解决俄罗斯的侵略问题 实际上那都是痴心妄想 英国这个坚决的态度呢 现在呢 获得了整个欧洲的支持 相信呢 英国呢 下一步呢 将会引领欧洲 更坚决的这个围欧俄罗斯 要彻底摧毁俄罗斯 不能让这个流氓国家 再继续这个为非作歹 为所欲为 可能呢 跟这个听到英国的这个 这些军人 训练的这些军人进入战争有关 据说俄罗斯的这个 驻扎在赫尔松的这个军队 准备逃走 赫尔松呢 一直呢 被俄军吹嘘 说是他们攻占了 乌克兰的大城市 实际上在乌克兰的十大城市当中呢 赫尔松都不再名列 但是呢 除了这十 其他十一个城市以外 赫尔松还是一个重要的城市 拥有28万人口 而且呢 他拥有非常好的黑海港口 因为他距离 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太近了 所以说呢 他是开战之初 就被俄军呢 迅速的给占领了 因为那时候呢 乌克兰军人呢 还没有准备好 俄军呢 在赫尔松建立了指挥中心 现在呢 乌军呢 正准备从四面八方 围攻这个地方 相信呢 有了这个 从这个得到英国训练的军人的帮助 乌克兰军队呢 就会将会如虎添翼 而且呢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重武器 火炮 比如说瑞典的大炮等等 也正在前往这个乌克兰的途中 所以呢 赫尔松的这个俄军呢 现在呢 已经是准备逃走 估计他们也是害怕 或者呢 是支撑不住 或者呢 就是他们所声称的那样 要集中精力 去攻打顿巴斯地区 也就是 顿尼茨克州和卢干斯克 这两个州 此外呢 就是在德国呢 这个默克尔家的门口呢 据说全是抗议者 因为 这里面的抗议者呢 有是因为这个 对于这个布查 这个屠杀呢 感到愤怒的人们 这些人指责呢 默克尔长期以来 对俄罗斯实行绥静政策 另外呢 可能还有一些 这个在俄罗斯投资的商人们 因为他们现在血本无归 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反对党的人 因为他们对默克尔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大政方略呢 都是不满意的 应该说呢 默克尔呢 在整个欧洲呢 掀起了一场 什么样的运动呢 那就是与文明主流 离心离德 总是想方设法 跟美国作对 跟英国作对 同时呢 又拼命的 这个勾结俄罗斯 甚至勾结中国的 那么一种政策 那种政策呢 实际上使得德国呢 并没有获得 什么多少好处 表面上 好像德国你看 获得了这个 长期稳定的 这个石油天然气 煤炭供应 似乎呢 在中国呢 也获得了 这个廉价的劳动力 来帮助德国工业 摆脱困境 但事实上 现在呢 比如说德国在 俄罗斯的投资 基本上都泡汤了 即便他不撤出来 现在他生意 也没办法做了 因为他在俄罗斯 生产的产品 他没办法卖得出去 而且呢 由于经济制裁呢 他现在也不能够 从欧洲 或者从德国 来进口一些配件 所以说 他的这个公司也好 集团也好 工厂也好 现在呢 都被迫停产 还有呢 现在呢 德国人呢 这个天然气 也是因为德国政府 既没有能力 也不愿意去支付卢布 而被俄罗斯掐断了 然后呢 石油和煤炭呢 实际上也是岌岌可危 就是说呢 随着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罪恶呢 在乌克兰被发现的越来越多 这是肯定的 在东部的一些城镇 只要是被俄罗斯 占领一段时间的城镇 肯定都会有那种类似不察的 那种屠杀 那种强奸 那种盗窃 那种奖劫 因为这简直就是俄罗斯官兵的标配 也就是说八百年来 俄罗斯军队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干的 就是说呢 你要想阻止他们不这样干 那除非对这个国家呢 实行这个民主改造 俄罗斯人呢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自由 就是共产党崩溃了 俄罗斯人也是猛叉叉的进入了一个民主社会 而且他没有能力捍卫民主 也没有能力保卫自由 最后整个俄罗斯的政权落入了像普京这样 阴险狡诈的克格勃分子的手中 所以说呢 俄罗斯人依然是一个堕落的民主 就大部分人都是贪婪的阴险的狡诈的 所以说呢 他们所到之处都只能带来罪恶